好 那么这个Redis机群搭建啊 这里有两个链接 你像这个可以看一样 我就不再说了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说 就是我们怎么去配置这个Redis的集群啊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用两个虚拟机给大家做演示啊 你可以有多个 我就用两个虚拟机呢 给大家做这演示 去配置这个集群啊 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就先配置这个 我的这个机器啊 先配置我的这个机器 好 在这个机器里面呢 我就在这里面啊 直接退出它啊 退出它 好 那么PSUX啊 GDP写上一个Redis啊 OK 哎这样几个东西啊 那么现在呢 我先回到我的这个目录下方啊 我们CD进入这个BJ18啊 BJ18啊 OK 那么切一下屏幕 好 在这边我们配置之前呢 首先我先在这个目录下方呢 我去新建一个目录啊 make a dir 哎 叫做config啊 然后呢CD 我进入这个config啊 哎 它现在是一个空文件 现在呢 我要在它里面建三个文件啊 700 7001和7002啊 哎 然后呢 建它之后呢 我要做一个配置啊 seudo vi 7000.config啊 然后在这里面做配置 好 在这里面呢 我就把这个内容呢 直接呢 去拿过来啊 然后首先看到啊 我们POT呢 就是我们绑定的端口号 700 对吧 绑定IP呢 在我们这台机器呢 就是这个131 然后呢 再往下呢 这个哎 后台对吧 后台运行啊 就后台 作为手务进程运行啊 这个呢 是运行之后 那么这个 进程的ID呢 写到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下面呢 这些呢 都是跟我们集群相关的啊 这个呢 设置 这个东西呢 可以作为一个集群的节点 然后呢 这里面是集群里面 它的一个node啊 节点的一个配置文件 哎 这面是你连接机群节点的一个超时时间 哎 15秒 OK啊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数据文件啊 它的一个追加啊 追加 OK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把这个呢 直接把它 拿过来啊 把它保存一下 好 保存一下之后呢 下面我们再来一个文件 VI 然后呢 写上一个7001.config啊 OK 那么这个呢 我要让他把这段文件呢 给他 拿过来 啊 在我们这边呢 我要 首先我在这里面啊 直接点击粘贴 哎 我这个绑定的 端口号呢 我就让它是7001 哎 这个呢 是这个 131 对吧 像下面的这些呢 你注意啊 我们下面这个pid 对吧 还有这个 哎 node啊 这些前面的数字 都是跟这个端口号呢 写一个对应的啊 好看啊 OK 那么 然后在这里面 改完之后 再来一个 sudo vi 写上一个7002.config啊 7002.config啊 OK 把这个呢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啊 我要在每 在我的这个电脑上 启动三个radis服务啊 启动三个 然后在这里面 把这一部分呢 给他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还是去改这个ip地址 改成这个 131 然后那下面的这些呢 都不需要去动啊 不需要去动 OK 下面呢 我这三个配置文件的ls 这三个配置文件就有了 好 有了之后呢 下面呢 怎么做啊 在我的这台电脑上 通过radis server 把这三个 启动啊 通过这三个配置文件 启动三个radis服务啊 就直接 sudo radis server server后面呢 我们要指定这个700 对吧 7000 我先启动这个 通过这个配置文件 通过它来启动一个radis服务啊 好 启动之后ps 又x 然后呢 写上一个grp 写上一个radis 你会发现 看到啊 别管它 看这个啊 7000 后面是不是多class的 对吧 代表是一个集群啊 OK 那么 然后呢 启动它之后 下面呢 我们要再启动其他两个啊 启动这个7001.config 好 再来一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7002.config啊 回唱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去查的话 好 这里面 我们这三个是不是都起来了 对吧 在这台电脑上的三个呢 都起来了啊 都起来了 这是我这个电脑 我的配置啊 那么下面呢 我要再配置我的另外一台机器 在我的另外一台机器上面呢 我也是 也是呢 去建三个配置文件 启动三个radis服务 好 这个在哪呢 我就使用我刚刚这个 对吧 这个啊 使用这个啊 OK啊 那么这个呢 我就直接把它关掉啊 好 在这里面 直接我去退出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啊 OK 那么先看一下啊 PSX 然后呢 GREP 写上一个radis啊 OK 这里面是有一个对吧 OK啊 那么把这个直接关掉啊 这里面我们就不要管它啊 这个6379啊 它跟我们不冲突啊 我们就不管它了啊 然后 在这里面呢 我就在这个地方啊 在这个 BG18这个目录下面 我也建三个 建个config啊 建一个config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进入这个config目录 在这里面呢 新建三个配置文件 好 首先 第一个呢 我建一个7003.config啊 就 sidiovi7003.config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要去 把这个配置信息呢 给它 拿过来 那么 然后呢 在这里面直接呢 进行一个粘贴 那你注意 我现在这个port呢 是7003对吧 现在我绑定的 应该是我这一台机器的 IPB啊 ifconfig 你看一下它IPB呢 是179.142啊 所以呢 我这边呢 我需要去改一下啊 我需要去改一下 OK啊 把这个改一下啊 179.142 好 除此之外 其他的我就不需要动了啊 直接把这个 哎 这些都不需要动了 好 然后呢 除此之外呢 下面 哎 这里面有一个了 再来一个vi7004.config啊 config OK 那么打开这个东西之后呢 下面把这一部分呢 把下面这个内容呢 给它 拿过来 把这个啊 把这个给拿过来之后呢 也是把这个IP改一下啊 这一面呢 直接拿过来 然后呢 把上面这个给它改成这个 142啊 142 OK 哎 把这个改掉 好 下面再来一个vi7005.config啊 然后 在这里面呢 把这个内容呢 也给它拿过来 哎 绑定这个7005 然后 啊 然后呢 把这个IPD呢 也改成这个 142啊 OK 那么现在改完之后 清一下平ls 我现在有这三个配置文件呢 对吧 三个配置文件呢 那么我要在我的电脑上呢 把这三个东西呢 给它启动啊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 sudo Redis server啊 然后呢 指定 当前目录下的7003 哎 通过这个配置文件呢 来一个启动 好 启动之后我们查一下啊 PS AUX GREP 写上一个 Redis 哎 是不是启动一个 对吧 7003啊 然后继续 哎 只 把这个改成这个7004 哎 7005啊 7005啊 705 OK 那么 好 哎 在这里面呢 PS AUX GREP 写上一个 Redis 好 这里面是不是也启动了 对吧 现在呢 我们这台电脑上 启动了三个啊 你注意这台电脑上 启动了三个 然后呢 我们这台电脑 是不是也启动了三个 对吧 现在呢 把这两个启动完之后 下面呢 我就要用这六个 Redis服务呢 去建一个集群啊 建一个集群 那么创建集群的 有一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呢 叫做 Redis 横杠 Trip.rp 用这个命令呢 就可以创建一个集群 那么这个命令 它在哪呢 你就以啊 你在安装完这个Redis之后 它这个命令呢 就在我们的这个目录下啊 User Share Dock Redis Examers 里面的有个 Regis.trip.rp 你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拷贝到我们的 User Local B 这个目录下方啊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啊 使用这个命令了 但是 你使用这个命令的时候呢 它呢 一开始的时候啊 它呢 会出错啊 为什么会出错 因为这个文件呢 它是用这个 Ruby语言写的一个文件啊 那么你需要呢 你需要呢 去安装这个Ruby的包啊 直接使用这个 Sudo App Gate Install 去安装这个Ruby的包啊 安装这个Ruby的包 那么 安装完这个Ruby的包之后呢 你用这个命令 就可以呢 去创建一个集群 但是你注意啊 用这个命令创建集群的时候 它还可能会出错啊 为什么会出错啊 你如果报了下面这个错误 那么 它的原因呢 就是 你去 安装的 安装的这个Ruby呢 不是一个最新的版本啊 为什么这样 就是我们这个天朝的这个 方卧墙啊 就其实呢 你去下这个Ruby的时候呢 下的不是它的一个最新的版本 那么怎么做啊 如果出了这个错误 怎么做 解决方法呢 就在这边 直接先使用这个 命令啊 先使用这个命令 gm source-l 去查看你这个下载的时候 这个圆在哪 这个圆在哪 就它 它这边 看到这个圆是不是它 对吧 我的就是这个 gm.ruby 横-china 就我是从中国的这个Ruby的网站上面 去下的这个东西啊 但是 如果呢 你没有改过的话 你可能下的时候呢 是通过这个上面去下的啊 那么 它这个圆呢 不是中国的网站 所以 所以你下的时候 你下的不是最新的版本啊 因为有防控墙 那么怎么做啊 就是使用下面这个命令啊 下面这个命令啊 把原来这个圆呢 给它移除 然后呢 给它添加进去我们的 Ruby-china啊 把它 装完之后呢 下面 你再使用这个命令啊 sudo gm install 写上一个redis啊 安装它的一个redis的依赖 然后呢 回过头来 把这三步做完之后 再重新去执行上面的 sudo apd-get install ruby啊 你安装的就是这个 最新的Ruby版本啊 安装完之后 那么你再使用这个命令 创建集群呢 它就不会有错了啊 这里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创建的时候 你出了这个错误 你就按下面这个方法呢 进行一个解决啊 如果没有这个错 你就直接创建就成功了啊 OK 那么这个命令 它怎么创建集群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这个命令呢 我们比如我要在这台电脑上 进行一个创建啊 因为我这里面有这个 执行的命令啊 直接 展跌过来 那么这个 redis横杠 chip.rp啊 ruby啊 点create 就代表创建的意思啊 那么创建的时候呢 这里面呢 我们这些东西呢 我们要改掉啊 这个应该改成你对应机器的IP 对吧 我7005是在我的142上面的啊 那么所以呢 像这个7004呢 也是在这个142 然后7003还是在这个142 对吧 142 然后呢 像这个 前面呢 这个都是这个131 那么 这里面的130呢 也要变成个131 还有其他地方呢 这个也是这个131 对吧 那么这里面跟了这样一个杠杠啊 这样一个参数后面 跟了一个1 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 如果我们去在创建 Reddit集群的时候啊 集群的时候 那么集群里面呢 有一个节点的概念啊 节点的概念 就是一个Reddit服务呢 可以作为一个节点 那么你加上这个参数之后呢 他在去创建这个Reddit集群的时候 他会给每一个节点 给他创建一个他从属的Reddit服务是谁 那么我们现在一共六个服务 对吧 你加完这个之后呢 其实给你给你创建这个集群的时候 就有三个节点 每一个节点呢 都有一个从属的服务啊 刚好呢是六个啊 六个 好这里面我们给大家创建一下啊 比如我在这边我一敲回这 好这里面呢 你看到啊 这里面我们先直接啊 你一敲这边为你接不接受 对吧 接受啊 好 好这里面 OK啊 这里面呢就已经过来了啊 过来了之后 下面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啊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前面的告诉你 creator creating class啊 就代表呢是在创建集群的吧 然后呢 哎 那么这里面呢 你注意 在这里面呢 下面这个题字呢 叫做using three methods 这什么意思啊 就有三个主对吧 就有三个主啊 就有三个主 那么三个主都是谁呢 172点 16点 179点 131 然后呢 还有一个700对吧 还有一个142 703 还有一个131 7001 这三个呢 是三个主啊 三个主 然后呢 在这边呢 我们在这边啊 我就把这个直接先用不到它了 我就说小话啊 它已经启动了啊 我们在这个图上面呢 要给大家去画一下这个东西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现在有了这么几个reads服务啊 然后在这里面 比如说这个reads服务呢 它呢就是 这个啊 就是我们的172点16点179 然后呢 点131 那么冒号 这个呢 看一下这边700对吧 这个700 它呢 就是一个主啊 它就是一个主 700啊 那么它就是一个主 然后呢 出自这个呢 你就 它就是集群里面的一个node啊 一个node OK 节点啊 节点的意思啊 node就代表一个节点 那么这里面呢 是一个主 好 除此之外 下面呢 我们要把这个拷贝一下啊 除了它之外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 你看到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 一个131 一个142 对吧 131 7001 我们先画一下这个131 有一个7001 它也是一个主啊 它也是一个主 OK 然后呢 下面呢 那这边我们再画一个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叫做142啊 142 那么这个142呢 这边呢 有一个7003 对吧 这仨你注意啊 这仨的是一个主 这是集群里面的三个主节点 那么集群里面的节点呢 之间呢 它都是通过这个网络相互连接的啊 就每一个节点 它会知道其他节点是什么状态啊 就他们之间呢 是互通的啊 比如说他跟他进行通 对吧 然后反过来 他跟他呢 也进行一个通啊 你就反过来 反向也是一样的啊 反向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的 他俩之间都 他会知道这个 其他节点的一个状态啊 其他一节点的一个状态 OK 那么 然后 好 这这个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边呢 把这两个直接 往这边拿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其实也是啊 这里面 这个节点呢 跟这个节点呢 也是通的啊 那么这个节点呢 跟这个呢 也是 通的啊 OK 那么 好 同样的道理呢 那么下面这些也是一样的啊 下面这些也是一样的 你就在这里面呢 他俩之间也是呢 可以呢 通信的啊 就他 好 这个 反过来 OK啊 反过来 好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集群里面啊 这几个节点啊 这几个主节点啊 你注意啊 这几个主节点 然后 有了他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下面呢 这是我们画的这三个主节点啊 然后呢 除此之外 你看到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 叫做 Adding啊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 这个东西呢 后面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从属于 前面的这个啊 这个ReadyFood 它是从属于它的啊 它是从属于 它的啊 就相应的 你看到这里面是谁 从属于谁啊 142里面的7004 是不是从属于 131的700 对吧 我们说主从的时候啊 两个服务呢 可以不在同一台电脑上啊 就在这边 这个7004 它就从属于这个700 那我们在这边呢 我就在这边啊 直接呢 去 把这个啊 把这个 哎 我们这个得多了啊 好 这个呢 我们就在这边啊 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是 7004啊 7004 注意啊 7004 7004呢 它就是从属于我们的 这个啊 从属于我们的这个节点 对不对 对吧 它就从属啊 那么 它俩之间呢 有一个从属的关系啊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这个 从服务啊 你注意啊 它就是这个从属服务啊 从属 从服务 OK 那么这是这个7004啊 除此之外 你看到其他的几个呢 也有相应的一个服务啊 相应的一个从属服务 那么 然后呢 你看这个 131的7002 哎 它是属于这个 142 7003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在我们这个啊 在这里面把这个 往下拉一下啊 好 哎 这边 哎 拉过来 多拉一个啊 啊 这个不要了啊 哎 啊 这个也不要了啊 好 那么 这个呢 你注意 它呢 就是从属于我们 这个的啊 从属于这个啊 它是从属于它的 OK 它从属于它啊 那么 同样的道理 还有一个呢 叫做700 142 7005 它是属于这个131 7001 对吧 哎 137001啊 142 哎 这个7005 它是属于这个 142 7001 OK 那么现在呢 哎 我们这一整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个集群 注意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集群 这里面的服务呢 它就是从属于一个集群啊 一个集群 就在外面呢 这就是一个集群啊 在外界看来 它就是一台计算机啊 它就一台计算机 哎 这里面呢 有这么些redis的服务啊 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redis的集群 redis啊 然后集群 OK 然后呢 这是我们建完集群之后啊 集群里面节点之间的一个状态啊 其实呢 哎 这个呢 重复呢 它也 也叫做一个节点啊 也叫做节点啊 好 也叫节点啊 那么 这是我们集群 最终建完之后的一个状态啊 建完之后的一个状态之后 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的是 redis的集群 怎么去存储这个数据啊 怎么去存储这个数据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继续往后看的提示啊 看这个提示之前呢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我们的参考的一个资料啊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注意在这里面 我看一下啊 我把它剪哪去了 好 在这里面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那么你要在这里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那么redis集群里面 它有一个 槽的概念啊 它有一个槽的概念 集群里面的 集群里面的主节点呢 去负责处理这个槽 槽是干嘛的啊 槽呢 就是存储这个 数据啊 存储这个数据 那么redis集群呢 它呢 默认是将整个数据库 分为 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个槽 那么这些槽的编号呢 是从零到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三啊 就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个槽 编号呢 就零到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三 那么我们再去建集群的时候啊 redis集在创建集群的时候 它会把这些槽 它会把这些槽啊 平均的分配到 每一个集群里面的主节点上面啊 那我们这里面有三个主节点 对吧 它就会把这个 它就会把这个零到 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三 这些槽把它分配到这些节点上面啊 那么它怎么进行分配的 注意在这边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啊 那么在这里面你看到啊 下面呢 就是告诉你怎么去分配这个槽 这个槽的英文单词呢 就叫slows啊 代表一个槽的意思 现在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呢 零到五千四百六十 这个编号的槽是分配到了我们的七零零零上面啊 所以呢 在这边这个七零零零这台机器上面 它就有 它就有这 槽都在这上面啊 叫做 这个槽呢 那就是零到五千四百六十 对吧 五千四百六十啊 这些 这些槽啊 都在它里面 然后 下面呢 继续往下看 你看这个啊 七零零零上面分配的哪些槽啊 分配的槽呢 是从 一万零九百二十三到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三 对吧 哎 这些啊 是分配到了 哎 这个上面啊 就是在这里面 七零零一 slows 然后在这里面 哎 把它呢 是 这些呢 是分配到它上面啊 同样的道理 那么 然后呢 这个七零零三上面分配的是谁呢 分配的是这个 五千四百六一到一万零九百二十二 对吧 哎 这里面是分配到它上面啊 分配到它上面啊 那么 好 那么 在这里面 哎 你看到啊 现在呢 它就 把这个 里面的节点呢 把它分配到这 哎 里面的主节点上面啊 集群里面主节点上面啊 OK 那么 这个分配完之后呢 你知道之后啊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哎 集群里面怎么去设置这个数据啊 集群中 哎 就是集群里面设置数据啊 集群中 那么 设置 数据啊 哎 设置 数据 好 你比如说设置数据的时候 你你去连接到一个集群 它是怎么设置数据的啊 它设置数据就是普通的也是赛的啊 根据一个K对吧 根据K 然后呢后面有个对应的 完了啊 但是它在去设置设置数据啊 它会计算你设置的这个数据应该是放到哪一个槽里面啊 它怎么去计算的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有一个算法啊 那么你去赛特一个K的时候 它会采用这个CRC16啊这个算法呢去对你这个K呢进行一个求值 求完值之后 它会除以这个16300万S所得的这个余数就是你这个数据应该存在哪一个槽里面啊 应该存在哪一个槽里面 它就这样做做的计算啊 做这个计算 那么这个呢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我现在呢 我们这集群也建好了 你知道这个CRC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说连接到这个集群啊 那么连接集群怎么验证啊 怎么连接 也是通过Reddit CLI 然后呢-H 然后呢写上一个 你要连接到这个集群里面的节点的IP对吧 然后呢-C代表连接到集群 哎这-C不能少了啊 然后-P 你要连接到集群里面哪个节点 哎-P后面跟上这个节点的端口号啊 端口号啊 这是连接 那么你注意 集群呢 它是统一对外提供服务的啊 你只要连接上集群就可以 你不管你连接到哪一个集群里面哪一个节点啊 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要连接上这个7002对吧 连接7002啊 我们在这边呢 我就在这里面直接的通过它进行一个连接啊 7002 好回答 这里面呢就连接到我们集群里面的7002 那么连接到集群7002 你看到谁呢 其实呢就是 我们这7002我怎么换 这个是吧 这个啊 131啊 这个少写了 131 7002啊 我就连的是它对吧 你别管它是一个虫 还是一个竹啊 你只要连到这个 连到一个节点上 你就已经连到整个集群里面的啊 它是统一对外提供服务的啊 那么知道它之后 下面呢 比如说我要现在要在里面写数据啊 对吧 sit name 等于这个it 黑马 那么你去设置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就会用这个crc16这个算法去计算你这个name的值 计算出来之后呢 用它除以我们的16384 所得的余数就是它应该写到哪一个槽里面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啊 我现在在这边直接敲回车 好 你会发现这边给你多了一句话啊 叫做redirect to slot 5798 哎 这个它计算完之后呢 你这条数据就应该写到5798这个槽里面 这个槽在哪呢 你看一下我们画的图 哎 这个槽在哪 哎 是不是7003看到没有 哎 703啊 所以这边呢 你的这个客户端呢 就会自动的去连接这个7003啊 就会自动的去连接这个7003 你看到这边是不是变化了 对吧 连完之后 它就把这个数据呢 设置到了7003这个redis里面啊 OK 那你在这边你 你或许你就是直接get name 哎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还是出来了啊 这是它的一个设置 好 比如说现在呢 我再来一个 我叫setage等于11 那么我在 现在呢 你在703上面 你去敲side啊 它也是会先去计算这个age的crc16 它的值 然后呢 计算它应该写到哪一个槽里面啊 如果在这 需要写在这个上面 它就不会跳软 如果写在其他机上面 它就会有一个跳软啊 你直接在这里面 哎 敲灰尺 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又跳软了 redirect to slot 741 说明计算完之后 这条数据呢 应该写到 741这个槽里面 然后这个槽呢 就在我们的 7000上面啊 所以呢 它又 它这个 哎 客户端是不是又直接连到这个7000 对吧 哎 这是它啊 那么 你在这边 你get it 它就可以能获取到 比如说 我现在是在7000 连接到7000了 我要去get这个name啊 你去获取一个值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 它也是一样的啊 先计算你这个 k 计算出来这个数据呢 应该存在哪一个槽里面 然后呢 它就会跳转到相应的槽所在的这个redis符啊 你比如我在这边get name 你看到是不是发生了一个跳转 看到没有 对吧 发生跳转啊 它就是哎 帮你呢 去连接到这个70003 然后把这个值呢 给你取出来啊 这就是集群 它的一个操作啊 它的一个操作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集群啊 说这个集群 然后你在这里面 你要注意啊 这里面这些东西 我就不再看了 这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个东西啊 就它 它再去分配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个 这些槽 把它平均的分配到 你集群里面的主节点上面啊 但是它如果除不进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很平均啊 比如说这里面多了一个啊 对不对啊 那么 这个 Redis的集群呢 它会把数据呢 存在每一个主节点里面 哎 那么主节点呢 跟它的从属节点之间呢 就会有一个数据的同步啊 假如说 你某一个主节点挂掉之后 那么 有一个从呢 就会再来去充当这个 主 哎 就保证你这个集群呢 数据不丢失 也可以呢 正常对外提供一个 服务啊 也可以对外提供一个服务 那么还有一个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 在集群里面必须有三个或者是以上的主节点 否则的话啊 你创建集群呢 会失败啊 会失败 那么并且这个集群的啊 存活的主节点 如果小于一半的话 整个集群呢 也是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啊 服务的 OK 这部分呢 是我们这个集群啊 对外谈野来振了 我们下集群的主节点 开始 我们下集群的主节点